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内斯寻来的古曲雅跃 臣前几日近似礼佛室 得以高僧相赠曲谱 据说有清明灵台之效 这便求了金月师哑奏一番 果然甚妙 哀家记得 当年是你亲自上山挖了灵芝送给我 求我将沈家的案子从轻发落 放年轻的沈渡出罪容索 那今日是何要求啊 臣不敢 选她进来吧 沈爱卿啊 哀家知你所为何来 来中城自请重审陈火娥一案 这案子虽然近日由你查办 但毕竟五年前是她办理的 她自臣失职 目前想戴罪立功 也是人之常情嘛 太皇太后 微臣以为 人死不可能复生 当年的沈火娥 未必就是近日的沈火娥 沈爱卿啊 你既然身体抱恙 就不必勉强了 小伤而已 早已无碍 好 既然徐内司替你担保 那陈火娥一案 就交于内卫府办理吧 是 既如此 洪文馆学子一事 就叫张相去办理吧 毕竟他是文臣 和学子们交流起来 也方便些 沈爱卿啊 你就负责近日京畿安防 如何 太皇太后 京畿安防 姿势体大 不容有失 内卫府人手有限 恐怕难以堪顾周全 你这虎孙 平时只嫌全职不够 今天倒好 推三阻四 你当哀假 不知你心里想什么 臣不敢 不敢 我看你们算计哀假 胆子大得很呢 太皇太后息怒 行了 行了 既然将京畿安防交给你 自然会给你调动 各处的权利 洪文馆考学期间 凡涉及到安防 各地人员都有你调配 便是了 谢太皇太后 Fox书 polishing 小皇太后 封许 封许 集剧 知道是吗 喔 我也不知道 通放過 满照 殿 Besides 哎 好 岂 店 我 殿下 老师 来得正好 看看我这玉衣黄牡丹 开得可好 好 好啊 贤王殿下 此次太皇太后 将洪文馆考学一事 交给老臣负责 这洪文馆的学子 乃天下学子之首 有此次考学之功 那贤王殿下得摄政王之位 那就是更胜一筹啊 老师啊 无论将来是我 还是英王做这个摄政王 我们都是为了太皇太后 和陛下效力的 贤王殿下此言差矣啊 这陛下与持太皇太后年迈 摄政王乃大仓国籍重中之重 就此世上 贤王殿下切不可怠慢哪 老师此番辛苦了 切要扭转大家的误解 要让广大的寒门学子 感受到你我之间的爱重才是啊 是是是 那是自然 只不过这次那沈渡又得了 经济安防之责 平白多了些权责 沈卿自是个得力的 无论这个人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 闹出什么样的乱子 他总是有办法去应对 老师 你说呢 贤王说得是 那这沈渡得了这经济安防 那香安的局面是不是应该越混乱 越热闹才好 贤王殿下 我们要不要帮他一下 老师 老师放在说什么 你去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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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洪文館的考卸之责 终究还是交给了张相 太皇太后将经济安防 交给了那位府 是作为安抚吗 这本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您看起来并无失望之策 要起风了 洪文館考學期間 英王 賢王 張相 萊羅芝 必定會有所行動 盯緊了 是 洪文館附近的安房 不能消失 可以抽到京吾偉 和易良人協助 還有三省六部的安房 也不能忽視 我內衛府親自盯牢 尤其是 臨胎 是 長樂曲由特倫酥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倫酥 是何人呢 沈大哥領 謝謝你給三姐他們送的禮物 他們都很喜歡 小事 今日的朝堂上 可有什麼趣事 沒什麼 只是來洛汁要沉火案的查安全 那太皇太我給他了嗎 給了我 你 你是說沉火案還是用內衛府神臉 嗯 太皇了 我去給你閻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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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小狗咬了 哪有那么快好的 被小狗咬了 沈大哥领 你看看卷宗 休息休息 六娘去给你做饭可好 你还会做饭 小看我 我可是堂堂地言六娘 是 永续之才 彼歌莫舞 苗栏赐凤 精明行修 博古通金 其贤德淑女之名 冠绝相安 走 来 走 请坐 大哥领 这都是我亲手炒的菜 你尝尝看 你尝尝看这个鸡肉 尝尝看这个鸡肉 如何 居然 还不错 看吧 看吧 我就说 做饭和验尸的道理都差不多嘛 用保存和解剖尸手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鸡肉 做出来的口感 就会跟刚杀掉的一样 对 你再尝尝这个汤 这个香料的灵感 是来源于唐大夫人 腌尸体的香料 你闻闻看 是不是香气不比 是不是 很香吧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直说 是不会就成功了 我是想说